同来关心的是蓝白盒 现在还是蓝白卡蓝白拖 柯文哲今天受访时他怎么说呢 他说民众党的立场 最重要就是要赢得选战 完成政党的轮替 可是他说国民党的战略目标 好像是要赢得初选 不过这马英九韩国瑜 看清楚赢得大选才是最重要 所以他们才会提出呼吁 因此找出一个胜选机会 最高的一个组合 一定要站在里这个字上头 不是国民党里面几个人同意就好 要让找一个大多数台湾人 能够幸福的方式 至于要侯科佩或是柯侯佩 他都可以接受 那以台湾民众党的立场是 如果要合作 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 赢得选举 达到政党轮替的目标 而不是 但是我有时候看起来像 国民党他的战略目标是赢得初选 但是没有去管后面的这种 总统大选 成败如何 那我相信 当马前总统 甚至到一些韩国瑜市长 甚至其他一些国民党的大佬 他每看清楚说 赢得大选才是最重要 所以才会做一些呼吁 所以才有那句 重点不是在赢得初选 重点是在赢得最后的大选 来达到政党轮替的目标 这才是目标 所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选出在赢得大选胜利最高的组合 我想这个台湾人民还是有智慧 坦白讲这已经到了常识的程度 所以为什么一些奇奇怪怪的那种什么比赛方式 大家一看就是 这常常是这样 如果我们不能站在理智上 我说一个合理的理在理智上面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说服台湾人民 所以政治是一个说服的过程 你总要让台湾人民可以幸福 所以我想 包括昨天陈长文那些文章我都有看过 或是马前总统出来呼吁 他做他的呼吁的重点都是一样 我们今天就是用什么的方法 找出可以让赢得总统大选 那这个方法一定要让大家 不是只有你们党里面的几个人同意 就是要给大多数的台湾人民会幸福的方法 政党也有政党的面子 理智 很多考虑 所以坦白讲 活客客 这叫做都已经走到这里了 所以你一定要只剩下这个选项 这我也理解 所有都可以接受 来 有人听全民调三问侯朱金 燕姐喊话两个正义合作才能救台湾 我们先来看一下是律师陈长文 他喊什么 他说第一 他喊出 他强调侯友宜的民调高 却又不接受全民调 是在低估选民智商吗 是陈长文讲的 他说第二 在马英九跟韩国瑜发生之后 还要执迷不悟吗 第三 他喊话 要当阻挡政党轮替的罪人 帮助民进党违法乱纪 来继续执政吗 来 这是陈长文的 一二三三大问 另外呢 前立委蔡政员则喊话说 下架民进党 请听听马英九的话 那马英九说什么 就是要全民调嘛 对不对 来台中市长呢 卢秀燕他也喊话说 对于蓝白和 他觉得有信心 但是时间非常的紧迫 不管是侯永宜阵营 或是柯文哲阵营 他认为呢 合作才有机会来救台湾 好 来看的是呢 那马英九的确喊话说 希望能够全民调 那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的消息 曾则说 马英九所主张的全民调的方式 包含了2019年跟今年的总统提名人 党内初选 都是用这个方式啊 来选出党的候选人嘛 那你自己国民党这样选 那你要蓝白和 是不是也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呢 包含了韩国瑜 侯永宜也是因为这个 才能够胜出代表国民党参选 就是用的是这个方式啊 那就用这个方式吧 好 同时他也提到说 前总统马英九有呼吁大家哦 全民调决胜负侯科侯配 对比赖肖配哪一组胜出蓝白 就全力支持这个组合 所以呢某种程度 也认为已经把政党实力 给纳入考量 萧续曾有提到 有一些深蓝的支持者 谈到柯文哲满满仇恨值 他认为呢是党内的鹰派 不断的攻击攻击 而累积累积 这样的一个攻击的气氛跟仇恨值 马英九这个时候站出来 就成为了肩膀 你们会这么的激愤哦 其实是我们阵营有 有部分人士哦 这两个月来不断的去攻击柯文哲 造成你们也是觉得同手敌看 但我们冷静想一想 这样对吗 第二点我们提出全民调之后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 重要的一个指标 各位深男朋友们 你们都看电视嘛 那些绿云的名嘴 民进党的政客 甚至连林佐水这样以前的大师 都跳起来批评马英九 我们有个只要是敌人批评的 就代表我们做对了 如果民进党的名嘴 民进党的政客 都跳起来骂马英九 或是说 就挑拨我们这个国民党内 代表蓝白盒他们怕 代表蓝白盒之后 耐心得危险 你们要这样想 如果你们还是 陷入自己的情绪说 我们自己 选啊 我们自己一定可以赢 那绝对是中了他们的计 只要民进党 开始紧张 他们就会开始去攻击 去分化 如果民进党很轻松 那个下摇自在 代表我们蓝白 没有办法合 代表我们选举很危险 所以我们这个 深男朋友们要从大局去思考 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 要政权政党轮替 才是我们真的要达的目标 这些小恩小怨 其实都是人为制造出来 要把它放下来 那你们要攻击马前总统 我们不会是有意见 因为马前总统 绝对不是为了个人 今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马英九出来讲 其实大家应该最没有意见 因为马英九没有任何厉害关系 没有人相信他是为了个人利益 他当过总统也当过几次主席了 他还要做什么 他还要干嘛 他是为了中华民国 为了国民党的未来嘛 那他今天是为了国民党的未来 他提出这个 赶快用这个正正当当的方法来整合 这个也获得了我们这么多的 包含韩国瑜市长 包含我们几个县市首长 还有绝大多数的立委参选人支持 这代表这是国民党内的主流民意 没错不要为了一时的这个情绪 耽误了整个大局 是 来这个大局有没有可能被一时的情绪给耽误掉 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怎么分析 来这是钱力文的郭正亮亮歌者说 眼看韩国瑜现在也跳出来 支持马英九喊的全民调嘛 那如果侯友宜或是朱立伦党中央 或是这个主战者主将主帅 如果还拒绝全民调 他很难想象 韩国瑜会回来当侯友宜的副手 如果你蓝白给他破局 那你单独怎么选 怎么可能胜 那国民党人整个很多人很忧心 整个党中灭党 会被科匹给吃掉吗 他认为这个说法莫名其妙 也就是说亮哥意思说不合则输 你如果不合你就输啦 另外来看是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他则说如果是侯科配的话 那白的一个中间选民会跑掉的会比较多 侯友宜在前面当政科当副的话 那如果侯科配跟科侯配两个都会赢 但是科侯配会赢的比较多 也就是说他说两个只要合就会赢了啦 只是说赢多赢少的问题 这是吴子佳他的一个分析以及看法 同步我们来看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现在党中央态度就很重要啦 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个态度 目前是蓝白已经有共识要采取全民调 目前的差异只在于内容还有规则 他说马英九所主张全民调的方式 就是过去国民党多年来的初选民调方式 马英九的立场始终如一 没有改口的问题 那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克文哲则说 如果要蓝白合作就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要赢得最后的选战嘛 那要找出最强组合去赢得选举啊 但不知道国民党到底在想什么 不到最后一秒也不要放弃啦 所以呢 意思说没有到最后一秒很难说啦 那其实我们刚刚再回过头 亮哥刚刚有说嘛 国民党有缘非常担忧 如果蓝白合整个党就被民众党给吞掉了 吃掉了 不过他认为这个说法莫名其妙 到底他怎么分析 带您一起来听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国民党的朋友忧虑的点 那第一个点就是 国民党会不会整个被柯文哲吃掉了 我听到这个论点我也是觉得莫名其妙 这个又不是政党合并 又不是说柯文哲要来当国民党的主席 而且你去看 事实上他前面的论述就是 最大合作的最大党可以选格魁嘛 那三十一个部会 按照政党席次来分嘛 那国民党 我跟你讲啦 民众党的立愿的席次最多十席啦 国民党就是浮动很大 如果合有机会选到五十三席 你不合现在三十八嘛 那可能增加了席位就很少啦 那就是基本上 所以你如果按照这个去分 立法院院长也是你 副总统也是你 我现在是在市场之后 你如果万一当副的啦 副总统是你 立法院长是你 行政院是你 三十一个部会 国民党大概可以占二十五个部会 请问你怎么会被柯文哲吃掉啦 然后他的意思是说 那柯文哲以后就在区立委来提名啦 那请问你去看 柯文哲当台北市长当了八年嘛 请问民众党有几个议员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谈的就是 国民党就说 那黄珊珊的民调 那个时候因为在选举嘛 所以黄珊珊就民众党的民调说 我的民调跟蒋花恩有拼啦 那结果后来落差那么大对不对 蒋花恩后来是选了四十二嘛 那黄珊珊只有二十几啊 所以国民党就说 那个手机民调不可信 柯文哲也没有说一定要手机民调啊 这个就是我们讲民调 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做嘛 比如说美丽岛民调 美丽岛是用全四化 那确实最近的几次民调 对侯友宜都比较有利 所以国民党可以要求四化比例 至少要占一半嘛 这本来就是一种主张嘛 那你去看美丽岛最近 我就看到美丽岛最近做了两次民调 侯友宜都下降 对对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又拒绝全民调 人家觉得你未战 这个很容易理解的啦 你想一想马英九跟韩国瑜都跳进来 认为说哎呀就用全民调来决定胜负 结果你这个时候又在加言加醋啊 说政党支持率可不可以纳入 我跟你保证你只要扯政党支持率 那民众党不会跟你做的啦 来我们再来看看有人跳出来大声 几乎是前立委孙大千 他几乎说就算被骂叛党 他也要讲 现在国民党如果连全民调都不敢 那凭什么赢赖清德啊 国民党难道等着被割喉割到灰飞烟灭吗 国民党长久以来 我们都是全民调 从我有印象以来 我参加过国民党几次党内初选 我们都是全民调 我们从来没有加入过什么民主初选 我们从来没有加入什么政党支持度 如果今天你认为一个政党的家大业大 也都要放进考量的话 那以后大家在做党内初选的时候不得了啦 我们这个国民党做立委党内初选 可能候选人就要说 不行只做全民调哦 还要做我们派系影响力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是个大派系 所以我的派系应该要加权 是这样的逻辑吗 就选民投票投下去是投这个人 不是投这个党 不是投这个家族 不是投这个派系 那你今天放掉了全民调 不管你去加入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东西 那就不由得让我怀疑 到底谁是绊脚石呢 就侯友宜阵营不要绑架了国民党嘛 让国民党变成没有办法往前走 你讲完哦 在这个群组里头马上就被骂 就说叛党哦 这个这个还算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嘛 我讲这个话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 我才讲这个话 就批评我的人 你要先讲出来一次 国民党哪一次党内初选不是全民调的嘛 就我们今天总要能够说服人家 我今天加入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制度 可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用过耶 如果今天我们用这个标准 以后大家都不要在国民党做党内初选了 每一个人都可以要求来个什么开放式民主初选 每一个人都可以要求把各式各样的加权加进来 我记得我当年跟丁守中为了台北市长选举打党内初选 当时丁守中赢了我 我第二名 那照这个逻辑来说 我也可以要求加权啊 我比他 我比丁老师年轻 是不是给我多加个5%呢 有这种逻辑吗 输了就是输了 赢了就是赢了嘛 但是现在关键问题来了 就韩市长也好 马总统也好 他其实代表国民党内很大一群人的声音 包含国民党所有的小鸡 大家心中是敢怒不敢言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选嘛 今天为什么我这么敢讲 是因为我不选 所以我不怕得罪 讲真话得罪人 可是要选的人没有办法讲真话 他们怕得罪了一部分深蓝的选民 可是他们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很紧张 他们很忧虑 那你更不要讲说大多数的选民 大家期望在下一次总统大选的时候 下架民进党的选民 所以关键问题来了 国民党长期以来都是全民调 那么今天要骂我的人 你就在群组告诉我 为什么这次不要 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 马总统讲得很含蓄 马总统的这个发言人萧续成 今天讲 说其实呢 马总统的意思就是回归到国民党 行之有年的制度 那是什么 那就是全民调啊 虽然朱立伦主席 今天一直不断的想把他跟马总统的路线 合在一起 他说马总统同意了他的论述 要加入什么政党支持度 没有 马总统没有同意 你看到萧续成今天的谈话 他要求的是回到行之有年的 这个马国初选的制度 那就是全民调啊 那第二个关键问题来了 那如果我们连全民调都不改 那我们凭什么赢赖清德呢 如果今天我们连跟柯文哲做个全民调 我们都要怕东怕西 畏首畏尾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能够单独赢这个赖清德 哪来的信心 这样大家会相信吗 第三 我们看到了一大堆的民调 包含吴子佳的民调 我们都赢柯文哲不是吗 大家看一下 哈喽 现在我们不是赢了两%多了吗 再低也赢了两%多 如果今天我是国民党 我赢了他两%多 我明天就跟柯文哲做全民调了 我既然会赢我怕什么呢 所以这才是今天基层 大家觉得不耐 大家觉得忧虑的原因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你赶紧别输入推荐码 你赶紧别输入推荐码 你赶紧别输入推荐码